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看起來好像跟我們有一點遙遠 可是又是跟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司法審判制度 最大的一些批評就是台灣司法向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這是比較保守的批評 狠一點的批評說你看恐龍法官恐龍判決又來了 儘管黃律師叫我說不要用這個恐龍法官 因為其實真的多數法官都很認真 可是之前司法改革會議的時候有一句話罵得更兇 也許真的是不公平 但是那句話就說 有一判生 也沒有一判死 言下之意說好像法官有一些不太乾淨 可是呢 不管這些質疑是對 是錯 是公允 還是是魅於事實 總而言之呢 司法院呢 現在很積極要去改變現在的這個叫做審判制度 什麼意思呢 現在就是一個法官還是三個 法官還是五個 法官坐在上面 哦 很有尊嚴的 就說啊 你這個有罪 破死益 破母親還是破關兩黨 還是說怎麼做怎麼做 大家覺得說 這法官有些這個涉事衛生 那只是很會唸書 一輩子就躲在他自己的象牙塔 也不知道社會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判決真的是跟人民貼近嗎 所以呢 要推動一個叫做國民法官 什麼意思呢 中華民國 只要你符合資格 大概絕大部分人都符合資格 人人都可以當法官 可是人人都當法官 是不是之後呢 這些什麼恐龍判決 背離人民呢 就再也不會再發生 我們先來看看一個 爭議比較大的案子 這個呢 其實一審二審都是這樣判 在二零一四年十月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海軍陸戰隊退伍的 厲害 漢肇很好 那他老婆懷孕了 他跟他老婆呢 返回士林自己的住家 你去家裡面說 胡陸京那個浴室裡面 比較有差勢啦 因為他老婆懷孕了 他一定要保護自己的老婆 跟他肚子裡的小孩 就跟這個張姓妾子 在那邊扭打啦 因為他海流的嘛 就把他制服壓著 壓著之後呢 不讓他動 叫他老婆趕快報警 警察來之後說 這樣有的 革命都黑了 黑了應該是警察 來救救護車啦 警察叫救護車 然後警察呢 先把這個漢肇上靠 這個何姓的這個 屋主老公呢 在放手 放手後 那個車子 那個車子布 因為這邊有勒痕 還要戴口罩 說自息 送醫不治死亡 一個漢肇跑到人家家裡去偷東西 屋主回來 為了保護他的欺小 跟他發生扭打 結果呢 在制服過程中呢 也許是太大力 但是呢 這個車子後來死了 死了之後呢 法院怎麼判呢 檢察官認為這個屋主 這個老公啊 防衛過當 過失致死 就把他起訴啊 起訴不大金啦 一審法官說 可是有什麼 防衛過當 過失致死罪 判他三個月 他當然不服啊 然後呢 告到二審 二審少一個月 也是認為呢 你不應該把人家勒死 所以呢 判他兩個月 不過呢 說實在啦 過失致死罪 是兩年以下的刑責啦 所以兩年判兩個月 算是很輕的啦 但還是認為說 何先生有罪 不過可以一顆法金 而且緩刑兩年 不打緊喔 這個差勢 他老婆還給他求償 你明明去人家 跟他拿東西 去發現 扭打 你自己還有心臟的 這些問題呢 死掉 這個切賊的爸媽 還跟屋主求償 七百萬 士林地方法院認為說 比較省一點 你要培人六十四萬 很多人看到這個判決 而且我說 絕大部分的媒體 用的標就是這個標 永夫婦孕期 勞必竊賊 不但要被判刑 還得賠錢 你看到這個判決 你說 好這個事情 這世間還有天理嗎 所以這叫恐龍法官 恐龍判決 可是後來很多很多董事 法人說 不行啦 你就相關的證據 看起來這個判決呢 並不是那麼的離譜 好問題就來了 是不是我們現在推這個叫做 國民法官的制度 這種判決就不會發生 還是這個判決 其實並不離譜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什麼叫做國民法官 而所謂的參審制跟陪審制 乃至於更早之前推出來一個 叫做官審制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 真的對人民對司法 有幫助嗎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陳司法 陳法官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大家好 真的要邀到法官 也很不容易 非常謝謝法官 再來是司改會的專職律師 陳彥宣 陳律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個人非常敬佩 剛剛叫我說 絕對不要再講恐龍法官的 很有名的律師 處理過非常多的一個重大案件 黃志豪 黃律師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培審人好 我當然知道 你說那個恐龍法官 這個是對很多法官的污衊 跟不公平 可是說實在這個制度 儘管就是說要讓人民的 所謂的正常的國民情感 進到審判制度 講白話 就是說要消滅恐龍法官的意思 所以我們還是朝這個制度來講 來整理大學法律 帕教授吳錦晴虎老師 大家好 今天司法院公佈一個民調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民調在做什麼 民調說呢 你覺得 如果要判是要法官 跟參與審判的民眾 一起來判 還是說參與審判的民眾 自己來判 說實在聽得懂 我讓你打沒關係 這個問題多少人聽得懂 我覺得有點疑問 司法院要問的就是說 你是支持參審制 還是陪審制 他只要問這個 但是他問這樣 更多人聽不懂 所以他就說 是法官跟人民一起判 還是人民自己判就好 如果這個問題 很多人民說 我八個黑錢錢喔 當然是法官跟我一起來判 我比較放心一點 因此 電話民調呢 是八成二支持 所謂的參審制 網路民調高達九成三是支持 所謂的參審制 就是國民法官啦 他也不是純籃的參審制 只有百分之七不到的民眾說 我就自己判 也就是美國那一套陪審制 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不談 先來談談 什麼叫做國民法官 阿甘正經文人人都可以當法官 女看護被控殺害八十歲 臥床的僱主大聲喊冤 檢察官則舉出多項證據 這是高雄地院辦理 國內首場人民參審的模擬法庭 行政院日前通過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 未來法庭上將有六名國民法官 和三名職業法官 而且採券證不並送方式 法官不會事先看到起訴 筆錄證物等資料 國民法官不只能詢問當事人 更能參與判決 只要年滿二十三歲 連續居住在地方法院 轄區內四個月以上 都有機會被抽中成為國民法官 但受犯刑案 正副總統與司法相關職業者 以及與本案加害 或被害人有關係者 都排除在外 能夠參與審判的案件為 進入一審程序 最清本刑七年以上徒刑之罪 或故意犯罪 因而置人於私者的案件 但少年刑案和毒品等案排除 要判案件有罪 法官和國民法官必須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才能繼續決定量刑 國民法官也享有公價 三千以上的日旅費 以及個人身份保密的權益 只是在審判過程 如何能防範國民法官 受到外力賄賂或洩漏評議內容 影響判決 成為司法院要面對的考驗 陳法官先請教 你支持國民法官 對 我是支持這樣的制度的 那一群沒有讀過法律的人 有跟你一模一樣的權利 你說這明明該這樣判 結果另外六個國民法官 像我這種阿媽阿鼓 說我管你不懂啊 我社會經驗比你更豐富啦 這個人就是怎樣怎樣 要判死刑 你可以接受我這種阿媽阿鼓 坐在你旁邊 權利跟你一模一樣 其實這就是說 我們在制度設計的時候 就必須要維持住說 一個刑事案件還是在公平審理的原則下 所進行的 那這一點不會因為說 有六名我們說所謂的素人 就一般的社會大眾加進來就有所改變 那當然是要實現這樣的制度的前提 那就是說我們要去打造一個說 讓這樣的國民法官 他進來審理 他聽聞法庭上的一個主張出證的內容以後 他從他眼睛所看到 他耳朵所聽到的這些證據 跟陳述的內容 他就能夠釋法做出判斷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法官的角色還是很重要的 法官還是有義務要跟國民法官 去說明一些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 比如說像是很重要的 無罪推定原則啊 或是證據裁判主義 那另外說這個個案所適用相關的 刑事實體法的一些規範 也是法官必須要清楚的 去跟這些國民法官說明清楚的 您是法界少數而且是年輕 而且是敢做出跟以前判決截然不同 特別像是李明聰那個草莓案的 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因此你認為臺灣司法有問題嗎 否則的話幹嘛要這樣敢 你就讓專職法官判就好了 當然是說我們從這是過去幾年來 特別是在這一個二零零九年以來 也許說有像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爭議判決 或者是一些司法的一些事件 各個個案性的貪獨事件等等的 可能會重挫一些一般人民 對臺灣司法的信賴 那當然這個所謂的一個信賴度 程度降低 我個人認為他是有很多因素 很多層面的啦 不過其中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那也許是說我們長年以來 我們所發展的這個司法的專業 審判的專業 那不好意思在這裡 我並不是認為說 有所謂的恐龍法官這樣的問題 我主要是認為說 的確司法審判 他在相當程度還是發揮他的專業 那只是在另外一方面 也許確實是跟一般社會大眾的一些 不管說我們說法律感情也好 也許有些落差 那或者是說 我們在做判斷的時候 也許有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管道 去聽到來自一般民間的一些聲音 不管經驗法則也好 或者是一般社會的生活 所產生的價值判斷也好 或許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能夠更爭議法官的思考 這個問題不可以透過法官自己的改革 法官素養的提升 法官多看點新聞 然後都去外面跟人家喝茶聊天 一定要找六個阿貓阿狗進來跟你們一起判嗎 當然是說不管說是法官自我一個學識成長 或者是說對一般一些社會 一些社會一般狀態的一些了解 這都是法官應該要自我期許的 不過我們認為說讓人民參與 他其實在很多層面都很重大意義 因為這是讓法官有一個直接的機會 在做成個案的決定之前 他是直接性的是跟人民溝通 那這樣子的一個嚴謹的過程 會迫使說法院不只是要去設計一個嚴謹的審理程序 因為你程序一定必須嚴謹 才能夠確保程序釋法 他們聽得懂 也必須讓法官在做決定之前 一定要經過很徹底充分的討論 因為跟素人的討論 跟專家之間具有共識的討論 那個前提基礎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現在一般情形比較重大案件 大概就是三個法官來判 是的 一個是審判長 說明法官 陪審法官 大概是三個吧 是 那未來要改變成是九個 三個法官 六個國民法官 三個長期受到專業訓練 而且被司法體系肯定通過的法官 跟六個完全不知道哪裡來的 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隨機挑選的法官 這樣做出來的判決 會稀釋降低扭曲判決的品質嗎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那當然前提是必須有良好的制度設計 那另外包含是在這一個所有審判程序的參與者 我們說不只是國民法官本身而已 重點是審檢變 他要有這樣的一個意識 就如同剛剛在節目前有稍微討論到的 其實我們專業人士就開始必須去思考說 要如何去營造一個適當的程序 讓他們讓一般素人進來也能夠共同參與 而且確實了解證據的內容來做判斷 陳律師我請教您 您支持現在司法院推動的這個叫做 參審制國民法官制度嗎 我們認為就是不管是司法院推的參審制 或是美國的陪審制 他對於臺灣而言都是一個全新的制度 臺灣都沒有試過 那兩個制度呢 其實有很多學者專家會分析 有些優缺點都存在 所以說我們司改會主要的立場是說 在這樣一個時機下是能夠就是同時兩制並行 在臺灣的刑事審判制度 同時有參審制跟陪審制的存在 然後等到事情一段期間 大概三年跟五年之後 我們去比較他的優缺點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到底適合哪個制度 參審陪審 先那個試辦一陣子 是 為什麼 所以很顯然你對參選是有疑慮的 你才會要求陪審一起做 是 疑慮在哪 好 就是參審制他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是法官跟一般人民共同參與審判 所以對於法官呢 可以在共同審判的過程中 對於這些國民法官說明案情 讓他能夠更瞭解 如何做證據的取捨 但其實缺點也正在於 在說明案情的同時中 也有可能法官基於他的權威 會夾礙他自己的見解 去影響國民法官的見解 最後的見解 其實就會發現說 有沒有國民法官參與 其實見解都會相同 那其實另外的陪審制呢 他其實就是由這一群陪審員 自行做成討論 然後做成結論 他可以免於法官的干涉 不過陪審制有他的缺點存在 就是因為沒有法官的參與 所以他最後做成判決 其實是不復理由的 那如果今天被告不服 要上訴的話 其實也不能夠針對陪審團 所為的事實認定 來加以指責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兩個制度 各有優缺點的情況下 能夠同時試行 然後挑選一個適合臺灣的制度 你認為參審就是國民法官 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民法官 其實只是擺著好看的 陪榜的 因為絕大部分在引導 主導 儘管沒有說出來 但是國民法官都是受到 那三個專業法官的影響 是的 所以那六個 幾乎就是擺好看的而已 不過我們來看看 要請教黃律師 到底這個如果這樣實施 對於司法的品質 對於人民的法義 是不是有保障 德國就是參審制 那德國不是像臺灣這樣子 中華民國通通都來 德國就是說要受推薦 受推薦當然要有一定的標準 可能唸的書比較多 或是社會聲望比較高 或是什麼樣的專業領域 比較好的 或是就是一般民眾 受推薦的人名測 隨機挑選任期五年 五年他可以參與多個案件的審判 然後呢 等一下再談這個更難的 叫起訴狀一本主義 那德國呢 這些參審員可以決定 有沒有罪 要判多重 關多久 然後也可以跟法官 一起進行事實認定 然後也可以問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當初或是說 那個檢察長 檢察官 你有什麼證據 什麼什麼 可以都可以問 臺灣的情形跟德國比較像 但是也有不太一樣 我們是中華民國呢 隨機抽出六個人 來去當國民法官 只參與一個案件 其他案件就再抽 你如果說好運呢 你可以被抽中兩次 但機率很低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這個其實等一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法官 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 一起來判 每一個人呢 就是九分之一的權力 那是相對多數 超過二分之一來去量刑 那也可以問被告 也可以問證人 當然也可以問檢察官 美國的部分呢 陪審團只能決定有罪無罪 如果無罪就別玩啦 就close掉了 如果有罪再交給職業的法官 去判說要關多久 或是量刑是多大 臺灣現在推這個中和版的 這邊秀一下 那邊秀一下的國民法官 是好是壞 我其實以我個人立場來講 我贊成陪審制 這個是人盡皆知 但是我同意剛剛陳律師講的 陪審制其實缺點很多 所以對我來說 我現階段贊成陪審制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我認為 因為臺灣需要進行大幅度的司法改革的話 陪審制是一個最佳的樞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就要講一件事情 現階段我大概理解 司法院想要推三審制這個觀點 來自於哪裡啦 那坦白講 這完全不是德國的三審制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 我講白一點 其實就是抄日本 就日本的所謂的國民裁判員制 那抄日本之後 其實他就會把其中的這個議決數 大家投票表決這個數目 改一下 跟日本不一樣 所以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幾乎整個 從選任 評議 準備 程序審判 到最後要辯論 都是照日本的方式來做 那其實在研究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學者 國際間有蠻多的 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 德制有德制的好處 美制有美制的好處 但是大家可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中可能兼具兩家之短 大概就是日本製 為什麼呢 例如說第一個 龍會籍 一案一個陪審團 一個案一個裁判員團 用完即丟 第二個有剛剛陳醫師講到的 法官在旁邊跟你判決的時候 是不是手把手的交 中間要討論 中局要評議 是不是他意見會有意的 或無意的影響到你 那這樣究竟 參審員的獨立性核戰 甚至還有一個因素 我們現在的評議採行 是所謂的秘密評議制度 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怎麼討論的 其實沒人知道 所以審判長在裡面做了什麼 會不會說 欸 剛剛信聰兄說 你阿貓狗兒 你在問這個證據的時候 審判長在密室裡面說 我們這個等一下來討論好不好 陳信聰你等一下 不要亂問問題喔 這樣很丟臉喔 我嘴就打起來 有可能 或者是一個眼色 你嘴就打起來 所以這個是我擔心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 我必須坦白講 以目前台灣的司法情況來說 我認為參審制叫做寮勝於武 就是國民參審這件事情 我認為寮勝於武 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審檢便需要變革 真的需要改變 比現在好 會比現在稍微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 我講了 我們如果兩年之後 上路的話 對審檢便三方 都是腥風血雨 什麼叫腥風血雨 因為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 真的啊 律師不會辯論啊 假官不會公訴 這樣還比較好 不是 但是你有了這個契機之後 你就瞭解說 過去那些陳科 需要全面改變 所以你反而不擔心民粹的問題 我不擔心 為什麼 反而擔心的是說人民不夠 有足夠權力的問題 對 因為信聰先生我跟您報告 美國在這個 大概一九一九八零年代 就對這個做大規模的計畫 他有個計畫呢 研究出來比率 法官人民的審判 跟專業法官的審判 重合率就是判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一樣這件事情 是百分之七十八 也就是逼近八成 韓國在兩千年二零零零年左右 二零零零年左右 二零零二年左右 為了推動陪審制 他們做了大規模研究 複製那個美國研究 做出來是百分之九十一點五 換句話講 人民判跟法官判 事實認定結果 沒有差太多 這樣吳老師我請教人 儘管剛剛黃律師 談得很清楚 他不擔心民粹的問題 可是我在想說 如果是我這種人 就是說只有國中二年級 程度的這種人 去當國民法官 我遇到酒駕說 不用說那麼多 死刑 差勞不用說那麼多 死刑 情況他可能量刑 可能到兩年三年 不然最高刑 三年就判三年 五年就判五年 我這種人恐怕還不少 我很氣那種 特別是性侵案這種 死刑都不用說那麼多 其他那個專業法官 會心聰 你不要老是鬧笑話 那最高刑度 就可能是幾年 七年以下或什麼 最多判七年 歐洲華都不用講七年 不是整個審判品質 就是大幅下降嗎 這個我倒覺得不用擔心 這個表 為什麼列德國我很好奇 因為德國的參程師 是全世界只有他有 所以這個 所以應該要舉法國 因為日本的裁判之助 事實上比較像法國 那我先講就是說 如果是一般普遍看到的歐陸 或日本的這個參審制 事實上 大差別只在於 我這個陪審員 陪審員只能做有罪無罪 然後呢 參審員除了有罪無罪 還可以做樣型 而且權力給他 差別在 可是他前半段後面 還有中間的審判過程 事實上是沒有太大差別 如果你拿那個法國的 參審制或者日本裁判制度 他的那些的那些參審員 也是也是跟陪審員選出 一模一樣 然後整個審判過程 基本上只沒有改變 那反而呢 藉由這種的參與 你剛才提到那個阿瑪菇 不管是陪審餐審 他一定有一個機制 去防止這種 你如果認為有那麼多的阿瑪菇 我認為是沒有 我們臺灣的人民 我覺得已經承受到某種程度 那再加上 我們有一個這個程序 有個篩選程序 那這個篩選的程序 就是讓當事人去挑出 剔除掉 那一個可能會 會形成所謂的不公正的這種 那如果藉由這個程序 但你說這個程序 你能不能保證說這些人一定公正 我們也不能保證 但一樣阿 那法官懲罰也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不管是陪審參審 我認為 不管是哪一種 只要走出去 就已經是比現在好了 所以你態度跟黃律師一樣 就算是司法院推的這個參審制度 也比現在法官說的算 我覺得一定好 我覺得一個基本的堅決 就是要相信人民 我們我們臺灣 我們臺灣人沒有 我們臺灣人的知識水準 我覺得已經早就 你要想一個問題嘛 英國的陪審是從哪個拆開死 美國的陪審是從哪個拆開死 我們那個都幾百年了 難道我們臺灣人 現在的知識水準 會輸給兩三百年前的美國人嗎 甚至更早的英國人嗎 這不可能 那如果再配合這種 有一個這個 所謂的篩選程序的話 我不認為說 真的在法庭上面會出現 所謂的阿嬤阿關 要相信臺灣人民的意思就是 不是那麼相信臺灣法官 也不一定這麼講 而是說在某種程度呢 我是覺得就是說 大家批評法官就是認為說 可能法官活在 好像自己的一個 不管叫向阿塔 或者是 平行事空 那有的時候會把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基本原則 可能他不是說淡亂 而是說他可能忽略掉了 我舉一個例子 只要去看過 不管是過去的官審的模擬 或是現在的這個參審的模擬 我們都會發現 這些國民法官 也可能是再加上法官也不斷地提醒 要無罪地提醒 罪也違定證據裁判 哇他們就會很關注這些證據 等等等的問題 同時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不管是陪審 但我覺得發現一個 職上也很大的變化 會以前在現在在專職 只有專職法官的話 他沒有競爭者 所以久而久之 我可能忽略了某些東西 可是當把人民做上來的時候 我發現到法官有一個競爭者 他會反饋給法官說 你回到你不用國民法官 或者是陪審的制度的案件裡面 他也會回到原來我怎麼都忽略了這些事情 我譬如說像是 我們等一下會談正信哲案 或是蘇建何漢 或其他的這些所謂的爭議的冤案的時候 也許法官 特別是資深法官當審判長 他全會很大 雖然平起平坐 但是他講話 下面年輕法官不一定敢反駁 或者是這三個反駁 恐怕因為長期都是他們說的算 所以在證據率是否足夠的情形下 他可能跟一般人民會有不一樣的見解 因為這個法官就是有倫理 有資深資潛 那我請教一下陳法官 這次之前白玫瑰運動 之所以出來的兩個最大的判決 說實在嚴重傷害人民的情感 使得臺灣司法跟人民嚴重的背離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案子 兩千一零年的時候 一個叫林毅方的性侵六歲女童 等一下我們或許可以看一下他的判決書 他就是趁女童不注意做到他大腿的時候 用手指侵入 那是標準的那個性侵罪 但一審法官說 你沒有違反他意願 大家整個傻眼 你做這種事 沒有違反六歲女童的意願 一個六歲女童要怎麼樣說他的意願呢 但是法官呢 他是用這個兩小無差條款 他與未成年者性交 然後判他三年兩個月 檢察官呢 是用性侵罪 但是呢 法官最後是用所謂的 未與未成年性交 只判他三年 你怎麼可以說一個六歲女童 有性行為的意願呢 所以當他沒講 你就認為他有 或是就不違反 所以這件事鬧得很大很大 後來白玫瑰運動之後呢 改判二審就改判說強制 加重強制性交 這個後來就判七年 後來是因為有白玫瑰運動才弄 另外呢 二零零六年 還有一個男的叫吳敬毅 也是一樣 然後呢 本來呢 高分院二審是判強 加重強制性交罪 判七年 結果最高法院呢 又說 你無法證明說 女童是不是沒有這個意願 好 每個都生死死分分去 你這條法官是拆手 拆到腳架子去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判決 那最後呢 他高雄高分院呢 說女童說辭反覆 很多那個性別 或是兒童團體都說 一個幾歲的小孩子 本來今天講的 跟明天講的 本來就是兜不容 你用這個來判 無敬意 無罪 整個輿論花了 我想問的是說 所以這些問題在我們納禁所謂的國民法官之後 就不會再出現了嗎 其實當然是說 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是剛才您講的個案 就一定用這個制度 就一定可以直接解決或是怎麼樣 不過我在這邊要說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說 端抗我們是怎麼引進這個制度的 因為今天我們要引進這個制度的目的 最主要並不是說 因為法官的判決不好 不能接受 所以另外一群人可以接受 我們就隨機選一群人來取代法官做決定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這制度最重要的價值應該是在於說 讓法官跟國民在做決定之前 法官自己其實也是國民的一份子 只是他有機會跟這一些沒有受過專業教育訓練的人民 一起來做討論 一個全方面的討論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剛剛一直忽略掉的 其實不管參審陪審或是什麼制度 其實人民參與審判案件都是非常少的 就以南寧主持人舉的第一個案子 比如說一個過失 過失致死的 他這個其實在一般來講 可能很難適用到人民參審的案件 所以我們期待是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比如有些個案中 法官有跟國民共同討論的機會 那即使在他自己審理的案件呢 他其實還是可以把這樣的一些思考帶進去 可以有更深度的思考 所以並不只是說 我們有些案子讓國民來做決定 這樣就算了 那另外大部分案子我們就說 那就是拜託自己去跟檢察官認罪協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考慮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關注的是 這一些國民參與 他對整個司法審判的影響 那陳寶寶寶 再請教一些細節的部分 所以中華民國兩千三百萬個國民 那當然要成年啦 你未成年當然不在這個裡面啦 那除了這些之外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以上 通通都會被挑中 都有機會被挑中成為國民法官 當然就是說 除了說有一些法定的消極資格 那就比如說 他因為有案件被判刑 那或者他因為特殊的職業關係 比如我們講說像總統副總統 那就不行 或是他本身是司法專業人士 那或者是說他跟個案有一些特定的關係 導致他可能沒有辦法公平 公正的做出判斷 可能是嫌疑犯他的妹妹 對 家人朋友等等 所以換句話說 幾乎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被抽中 對 可以說是 只要是 抽中我可以不要嗎 我這頭很大呢 我這個怎麼知道怎麼判 其實這個 不要當國民法官 其實這個參與議題 議員的議題非常有趣 即使在國外的這個陪審 也很多人民就是千方百計 在逃避陪審義務的狀況 所以為了去考量一些現實的因素 其實在法 這個國民參與審判法草案裡面 是有定一些可以表示拒絕擔任的一些正當事 生病啊 太老了啦 對 或者是要念書啦 對 明天要期末考啦 你必須照顧中病的家人 或者是必須照顧年幼的子女 所以你提不出正當理由 你就非去不可 當然原則上要有正當理由啦 那只是說當然如果說 因為工作上的需求 比如說真的自營業者 他很難找人家代班 他如果不做這一天 他損失非常大 那當然其實原則上 法律是可以就是 是允許他是可以拒絕的 如果去當國民法官 一天賺三千塊 就是我聽到說司法院目前規劃的 那算是一天工資三千元 不過我們來看看 司法院今天公布的一個民調 如果是用網路的話 高達九成以上的人民呢 廣義的支持叫做參審制 這個民調可信嗎 我們來看看 司法院推動國民參審制 讓一般民眾也可以和職業法官 共同審理案件 今天司法院公布一份民調 其中問到 如果讓法官和民眾共同討論案件 五成以上民眾認為 能夠更瞭解案情 而對於民眾參與審判 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 審判時應由現任法官 和國民法官共同決定 而偏向陪審制由民眾自行決定的 則不到一成 司法院認為這份民調顯示 能和法官深度交流的國民參審制 才符合多數民眾的期待 不過上週六 臺灣陪審團協會等七十多個團體 號召上千人遊行 表達要陪審制的心聲 並批評司法院推動的國民參審制 職業法官可能影響國民法官 因此主張有十二位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制 才能讓司法審判更公正 陪審團呢 就不會有貪污的問題 不會有打手法官的問題 不會有恐龍法官的問題 對於外界質疑參審制 國民法官可能受到職業法官的影響 司法院回應曾參與過模擬法庭的民眾 都比較傾向支持國民與法官共同討論與審判 並且透過國民法官 人數上的絕對優勢等制度設計 可確保國民意志能夠充分表達 陳律師這個用詞當然重了一點 你認為國民法官參審制是施改打假球嗎 我會認為這個參審制 剛剛看的影片固然是有民調說 大部分的民眾支持 但我其實也讓我想到說 在之前司法院在推官審制的時候 也是說民調是以支持官審制 所以說當然我不是民調專家 不知道這個民調到底準不準 但是我們看一下 目前提出參審制 但是他要推什麼民調 就支持那個這樣子 對然後但我們看的就是 目前司法院的草案是參審制 但是目前五月五號的遊行 他們有三千人是支持陪審制 那具有民主正當性的立委 他們在立法院其實也有提草案 包括民進黨的蔡毅宇委員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 他們提的也是陪審制 所以說到底怎麼樣的參審制 還是陪審制是貼近民意 其實現在我覺得目前的狀況 是很難說的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份民調 如果是司法院自己做的 當然我們會打點折扣 但是司法院委託政大選 嚴重心做的民調結果 我們來看看剛剛談到說 是不是支持讓法官跟國民法官 就是法官跟民眾一起來判 電法是八成二 網路是九成三支持 我們就把它解讀稱是支持參審制 那支持陪審制 可能好像不夠七八 這是情形 剛剛不管是黃律師或陳律師 都有談到職業法官會影響國民法官 然後國民法官只是成為陪榜的 擺著好看的 但民調看起來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些三個職業法官會主導 最後的審判結果呢 電訪民調只有三成二認為說 比較清楚職業法官會影響 那網路民調更低只有二成五 可是呢 高達五成六的電訪民眾認為說 這個參審制會讓民眾更瞭解案情 不會有所謂的被法官主導影響的問題 網路更高達七成一說 這樣子共同參與裁判 反而是讓民眾更瞭解 而不是讓民眾被牽著名字走 民調的結果跟您的擔憂 看起來是兩回事 好 就目前就是世界各國 當然有陪審制的參審制 然後對於法官會不會影響這些參審員呢 其實採取陪審制的國家都說 參審制就是會影響 那採取參審制的國家 他們認為說沒有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 從來都不會有法官影響參選人的問題 那其實這些都是國外的經驗 那以就臺灣而言的話 司法院他們有一個跟網路名人合作 組成一個名人的國民法官 那其中 然後來參與真正案件的審判 然後這案件是一個殺人未遂罪 然後有一個網紅也是一個YouTuber 他叫窘心人 他在評議的過程中呢 他就有說他們第一輪法官 在量刑的投票的時候呢 都判得很輕 但是呢 當法官他提出他自己的量刑根據之後呢 窘心人就覺得喔 這法官講得很有道理 所以就把法官講得到底聽進去 把他的刑度加重 這時候法官他認為量刑要加重 他講了兩點 第一點他說受害者必須得到保護 第二點是刑罰套用到犯人身上 不僅僅是處罰更重要的本質是讓社會變得更好 然後窘心人就因為這兩個理由 就加重他的刑度 但其實量刑就是每個人心目中有一把尺 到底這個被告要量多少的刑度呢 有些人可能比較作重在被告的動機目的 或他的手段或被罵的關係 那今天法官呢 就是在這個共同評議的過程中呢 就認為受害人需要得到保護 跟社會變得更好 是他覺得要加重的事由 所以那就是我剛開始一直質疑的時候 就是說人民很可能會被這些不同的資訊 或是權威牽著名字走 所以這個審判品質反而會下降 所以感覺是不是回到最原本那個反而比較好呢 就這樣子影響的情況其實就會等於 就比較擔心的是說那有這些國民法官 跟沒有國民法官 其實最後的結果是很雷同的 瞭解那黃律師我請教我假設那個陪審團 我們說美國那個制度 然後就是您比較支持那個陪審制度 一群我不要再用阿嬤阿嬤一定會被罵 一群沒有受過法學訓練的一般人民 組成了一個陪審團 然後呢交由專業的人在那邊詢問嘛 然後呢可能我們遇到一個戲精 很麻煩的 殺了那麼多人啊 受監犯科做了那麼多事 然後在法庭上哭得死去活來啊 講說他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哭的這些所謂的陪審團呢 全部都跟著掉眼淚判他無罪 然後無可改變 因為陪審團決定一切 這是我們要的施法嗎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施法 但是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描述方式喔 其實根本上誤解了整個陪審團 乃至於國民參審 底下對於人民認定事實能力 這一塊的設計 我講一句坦白話 就是說今天其實不管是所謂的日本裁判員制 德國的參審制跟美國的純陪審制喔 他的電機 他的基礎都是在於一個基本的信賴 這個信賴是什麼 是經過大概世界各國的學者做了研究 都證實了這一點 那就是其實一般人 一般人在認定所謂的社會事實 這件事情上面 他的認定能力 絕對不輸給職業訓練的法官 為什麼 因為這些就是他的生活經驗 我舉個例子 剛剛信聰哥您提到這個 我們一般稱之為所謂的永夫夫妻案 對我正要談這個案 請說正當防衛 就是說面對現實不法的侵害 白話就是說 我現在就在現在遇到有人要攻擊我 他是不法的 我是我是正確的 他是不法的 這個侵害 你要防衛到什麼地步 才算合理 超過那條線叫做過當 這件事情其實很多時候在法官 很可能是受到幾個因素的制約 第一個過去上級法院的見解 最高法院說防衛過當 如何如何判 高等法院說防衛過當 怎麼怎麼算 我的庭長 我的院長說防衛過當 怎麼怎麼算 可是對於人民來講 他這個時候 這當然這個案件 不會進入國民財務審判 依照現在的法治 因為他那個本刑兩年而已 兩年因為我們是七年才進嘛 但是以這個為例子的話 如果這件事情 這就是標準的事實認定 如果你有一個懷孕的太太 有小孩 你在保護她的時候 情急當下 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舉動的話 到底算不算過當 這就是人民能夠決定的事情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認為其實把人民 作為事實認定的主角 這件事情是好的 不要把人民當成是那麼無知 相怨或者是盲目的這些群眾 沒錯 法官會獲得更多的資訊 同樣的如果是國民當法官 也會獲得這些資訊 如果我們回到這個案件的審判書裡面 看到的是說 這個竊賊有說 我只是要來偷東西 我們又要傷害任何人 然後這個竊賊被壓制在地的時候 他是戴著口罩 然後這一個核心男子 受過那個專業的這個特性訓練的人 是從後面衣領拉著他 一直拉一直拉 那法官認為說 任何正常的成年人都會知道這樣拉 他可能會有自食之餘等等的 然後再透過警察到的時候的描述 再透過他太太那時候 有拍照的現場 看起來跟這個何先生講說 這個竊賊一直動一直動啊 一直反胖啊 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不符 是所以後來法官才判他防衛過當 過失致死 但用很輕的罪行去判他 而且可以緩刑 而且可以醫科發菌 那當然這個民視又是另外會事情 所以我再回到吳老師 您真的那麼相信 臺灣人民會提升 現在法官的數字 我先講一下 這個案子 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 這一個國民法官審判的對象 剛才陳法官跟黃麗塞陽認為說 應該不會啦 因為兩年以下 不對不對不對 我有我的意見 因為這一個如果我仔細分析 這個好像在上課一樣 這一個這個所謂的永夫 他應該是故意傷害致死 那因為呢 那個傷害被阻卻掉了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過失致死 過失致死 好 那目前的那個 目前這個草案 他呢 除了七年以上的以外 他有一個這個故意犯罪 致人於死 所以這裡就涉及到了 檢察官要用什麼罪來起訴 因為如果他用故意傷害致死 就掉進去囉 他如果只後面這個過失致死 就掉不進去 所以這裡就突顯出目前 雖然我們還沒講說 這個草案的問題 這裡就涉及到 我要不要適用 可能第一關 檢察官可能可以 再再主導一切喔 剛才我們談的 都是法官去影響的問題 可是這裡這個這個案子 就突顯出喔 我檢察官可能在一開始 就可能會主導 主打要不要進去了 就規避掉 對對對對對對對 好那再來就是說 以這個案子來講 就是說 剛才我我我我一直覺得 就是說真的不要用阿嬤 來形容人民 因為大家都是人民 反正我收回來 不好意思 好那再來就是說 對那你說 在陪審制裡面 是不是也有 我說每一種制度 沒有絕對好絕對壞的 瞭解 我們就以這個 永烏志如果在美國 美國幾年前有一個很明顯的案子 就親門門的案子 他是怎樣 白人社區有一個 叫Martin的青少年 黑人 進入這個白人社區 他沒有侵入任何住宅 他只在那邊觀望喔 那這個親門門是首位 首位隊的 就叫他離開 他沒有換什麼法 他說為什麼要離開 他就開箱把他打死了 那這個 如果我們再來看 能不能主張震擔還位 這怎麼可能不行 可是最後最後那個陪審的 這個評議的結果是 震擔還位 是無罪的 所以呢當然如果你 從這個案子來看 看起來確實 會有那種過沖的情況 可是喔 又要想一個問題喔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常態 這個什麼要思考 而且我們要跟他想一個問題喔 不管叫國民法官 會不會參審制啊 參審或國民法官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一樣會啊 因為剛才 剛才主持人那個 用那個阿嬤火車線 就害怕這種情形啊 所以我才講說 不管是陪審參審 他都有 我們都要承擔這個風險 是重點不在於說 要不要讓人 而是前面的這個制度設計 我們怎麼去防止這種情形 不管是現在的制度 或是之前推那個很奇怪的官審 或是現在的參審 乃至於大家在追求的陪審 都有問題 只是我們要看說臺灣要推哪一個 對 所以 所以我再補充一點就是說 剛才喔 那一個這個律師提到就是說 那是不是適刑 要用兩種制度去適刑 這個我是反對的 我是認為說 在現在模擬的階段 應該兩種制度都去模擬 模擬 兩個模擬 對 決定一個去做就好了 最後再做決定 因為如果你在真正實施了 所有兩套制度的話 我覺得對被告是不公平的 我們再來看看現在司法院要推這個 國民參審制 這個就是剛剛談到 所謂的起訴狀一本主義 現在的情形是法官最大 法官愛看什麼卷宗 就可以看什麼卷宗 隨時想看就看 之前可以看 中間可以看 之後也可以看 反正他愛怎麼看 他就怎麼看 但是未來如果參加這個小小小 國民參審審判的時候 你不可以職業法官先看 你看了一堆之後 那些國民法官都沒看 這就資訊不對等了 所以叫做起訴狀一本主義 檢察官起訴之後 職業法官不可以事先越卷 所以大家就是脈子都蓋起來 等到開庭之後 大家在一起職業法官跟國民法官 一起來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法官根本沒有看到 要足夠完整的資料 然後就要去宣判 我們再來看看 之前大家一直在批評的 所謂的裁判品質的問題 在經過國民法官之後 真的會改善嗎 民國九十五年 無性男子被指控 用眼鏡架和吸管 性侵三歲女童 經由法院一審二審 無性男子分別被判 四年六個月和七年兩個月 徒刑 無性男子不服上訴 由最高法院庭長邵燕林 已無法證明違反女童 議院為由罰回更審 高雄高分院跟一審 改判被告無罪引爆爭議 高雄高分院表示 跟一審時調閱案發三十分鐘的路徑監視器 顯示被告沒有足夠時間犯罪 而一審二審時被告側謊沒過 可能是緊張或身體不佳造成 無法作為犯罪證據 最後以證據不足判被告無罪 但也有聲音質疑三歲的孩子 要如何清楚說明被性侵的過程 同樣判決結果引發社會不滿的 還有這起案件 九十九年六歲女童在圖書館樓梯間 遭到零性嫌犯性侵 一審法官認定零性嫌犯為違反女童議院 侵判三年兩個月 民間為此發起白玫瑰運動抗議 為了揮別恐龍法官 重拾民眾對司法的信心 司法院推出國民參審制 讓一般民眾也可以和法官共同審理案件 不過外界也質疑 國民法官是否能夠做出專業判斷 還是最後會淪為民粹呢 不過陳法官還是請教 就是很顯然大家還是認為 不管是要參審或是陪審都比現在好 但是回到剛剛談的是說 如果為了公平起見 讓職業法官在事前不可以去調閱資料 那等於說開始起訴之後 大家才看到相關的捐證 難道不會有誤判資料不完整的情形嗎 其實我非常謝謝主持人 我非常瞭解您顧慮的這個一點 那就是說包含說像今天這個節目 我覺得用這樣一個三個個案來引言 是非常好的 當然說我看這些VTR 然後我會瞭解到說 這個個案中有一個非常可憐的被害人 然後法官的判決似乎不太符合期待 那我心中會有一些判斷 可是其實老實說 不管我怎麼樣的判斷 在我看到證據以前 我都是在對他做印象審判 我只是用我看到VTR的資訊印象來判斷 可是今天我們要去實現一個 國民法官的制度 他目的並不是說 要大家到法庭上去做印象審判 這件事情 其實證據裁判的基本原則 還是存在的 那至於說剛剛所提到的 為什麼要採用起訴狀一本主義 其實最主要其實在方面 剛剛黃律師所顧慮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講到說國民與法官 他在一起討論的時候 最可貴的是在於說 能夠站在對等的立場 對等公平的去審議 去交換資訊 然後去不是看權威 而是看你講的有沒有道理 去說服對方 最可貴的是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說只有法官可以先看權 那這樣會有一個危險 就是說法官會知道 比國民法官多很多的資訊 那第二個危險是 因為證據容許讓簡便雙方 在法庭外事先送給法官 那簡便雙方自然而然 會有一種印象就是說 那在法庭並不是主張出證活動的中心 因為我另外給法官看見證 可是國民法官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所謂的專業權威 去影響一般國民的疑慮就大了 那我們為了防止這樣的狀況 所以司法院 他其實不只是起訴狀一本而已 就是為了要在起訴狀一本之下 還維持證據裁判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其實在下面訂了非常多規定 所以你一個案子的審判期間 是不是要拉得更長 當然是說也許說為了要去準備案件 他的時間會拉長 可是還必須要注意的觀念 我們今天讓人民來參與審判 我們不可能要求他跟法官一樣 好幾個月天天來上班 都做不到 所以一定要採用集中審理的方式 所以會稍微延長的 應該是在之前的準備程序的階段 在之前準備程序的階段 要求審檢便法官檢察官律師 就是先行就等於之後 要在審判程序中進行主張出證的內容 先提出來先做好計畫 是不過陳律師 其實我覺得那種所謂的 用最極端的例子來去批評 不管是法官或是國民都很不好 如果我們認為說法官都是什麼恐龍啊 都亂判啊 其實真的也是魅於事實 因為我們看審判書 其實真的寫得很認真 但是你說呢 法官永遠判得對 大概也不會有人這樣子認為 人民如果真的是那麼愚昧的話 說實在中華民國早就該倒了 台灣早就該倒了 可是人民如果可以取代法官 這恐怕也魅於所謂的法官 長期受到專業訓練的效果 這其實也是非常禮謀的 因此我們再來看看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了解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來看看鄭信哲的案子 鄭信哲的案子呢 其實經過很多次的宣判 非常多的法官 就跟蘇建合案一樣 幾十個法官都有參與 但是幾十個法官參與的情形呢 最後還是三審定宴 當然還有來來回回 就是說呢 鄭信哲是在台中十三一 所以KTV呢去殺了警察 可是呢有很多很多證據說 不可能他這位 我們還模擬過好幾次 他坐這個位置 不可能殺到那個警察 還有說他的這些所謂的自白 就很奇怪 然後呢他是描述的這些事實證據 跟事實又不符等等的 但是呢包括說遭到刑求 包括檢察官疲勞訓問 包括太過依賴他的自白 包括相關陳述跟客觀事實都不符 長期這麼多受到專業訓練的法官 不把這個當成重要的事情 所以後來還是好多法官判他死刑 那最後當然翻案啦 最後是無罪啦 我想問的是說 長期來法官的盲點在哪裡 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解決 好 在過去的法官 其實比較人 比較讓人家詬病的 就是筆錄審判 就是過去一個被告或是證人 他可能在警察有做過警循筆錄 在檢察官有做過偵訊筆錄 那法官呢他審理案件想說 既然警察跟檢察官都問過了 我就不需要再傳來法庭 再問一次了 我就依照他們過去問的內容 你看被告承認犯罪 證人就說是他了 那你沒有什麼好狡辯的 你就判你有罪 但是現在引進國民參與審判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 證據到法庭要成立 不能再走過去的筆錄審判 被告要在法庭陳述 所有的證人都要傳到法庭 讓簡便雙方進行交誤 結問 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過去的警循或偵訊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有被刑求 或被逼迫疲勞訊問的狀況 這是這次引進國民審判 非常重要的一點 不過我再請教 如果是這個案子的話 因為什麼叫做疲勞訊問是否過當 什麼叫做自白不可採信 或是跟客觀事實不符 那是需要極度專業的訓練 才能去認定 因此會不會反而有了國民法官參與 或者是陪審團的參與之後 更容易讓一些無辜清白的人 背叛有罪 好就是關於他就是被 這其實是稱之到人證 還有被告陳述的部分 就是簡單講 我們要判斷他到底有沒有說謊 就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有沒有說謊這件事情 其實作為一個職業的法官 他的能力並不見得 比一般的人民還好 因為我們在法官的養成訓練 不管是大學或是國家考試 或是到思法官訓練所 到底如何判斷一個人 有沒有說謊 並不是主要的教授的內容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引進國民法官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這些人民來自市農工商 四面八方 見到的人都不一樣 有彼此各自的生命經驗跟觀點 來判斷這個人講得 屬不屬實 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是非常有助於 整個事實的認定過程 黃律師 現在這個叫做 國民參與審刑事審判法 這個草案已經過了 草案 草案過了 但是要立法院去刪讀 這個法還沒過 但是已經有草案 換句話說刪讀過了之後 這個司法制度就徹底改變了 基本上 但是應該 你希望這麼快的做嗎 我應該這樣講 我認為目前依照我所理解的趨勢 這恐怕是釋所難打 可能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會有一些委員 他可能會對於陪審制度 還有不同的立場 例如說我知道時代力量 或者黃國昌委員 他的老師 Valerie Heinz教授 就是專門研究陪審制的 所以黃委員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立場 但我認為以目前執政黨 在國會裡面的優勢 如果說總統 他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是 他希望參審制過的話 我認為幾乎沒有理由不過 但你會希望不要讓參審制過 而過的是陪審制 坦白講 雖然這是我個人的希望 但是我更希望 我們花三到五年的時間 來做一個大型的 像日本花了五年以上 做大型的超過五百場的審判實驗 來看看到底參審制 有沒有所謂影響的問題 來看看陪審制 是不是那麼的愚昧 或者是說有可能有民粹的問題 這些事情 因為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其實要有時間來 來檢證 所以你認為需要觀察其實驗期 我認為需要觀察其實驗期 而不能直接上路 沒錯 因為現在台灣的法學有個特色 就是每一個人在主張的內容 都是從他的留學國所來的 沒有人拿證據出來講 我們現在是說 第一篇刪讀之後 就上路了 就不再 其實他還是會有一個兩年 或者是一個準備 或是出的條款會準備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 而簡單說明是說 他在前幾年其實是把它定位 成一個制度評估的階段 所以其實到底這個制度 適不適合將來有沒有需要修正 其實是有被評估的機會的 吳老師你還是支持 我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種審判制度 如果還要評估以後 我覺得蠻危險的 因為這個在某種程度 本來把人當實驗 所以我們要避免說評估 你評估出來 我慘了 那我們就最怕這種事情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回來再 我們不要那麼急 反正都已經等那麼三四十年了 就不要爭槍實斷 我沒有模擬 對嘛 那至少我說模擬 已經五年的時間 兩次開始去模擬 然後我們再仔細評估 為什麼要那麼急 我們都三四 老實講台灣的參與審判 三十幾年就在推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都比較審慎的 去做兩種制度 像王宇是講的 我們就仔細去推一個 為了遏制中國崛起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宣布重返亞洲 2012年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也提出中國夢 作為國家發展戰略 與之對抗 位居商貿和航運要到的南海 成為中美兩大強權的競技場 為確保國家利益 美國部署了強大的戰機和軍艦 中國也以一張九段線地圖 宣稱南海是中國的歷史海域 雙方在這裡互相挑釁 五月十一號 周五晚間十點 公式主題之夜 中國海 二十一世紀 亞洲火藥庫 公式主題之夜 台灣不可以 才會被解放 不知道 我就覺得三十年後 我都会变得很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江 龟亚雷 蓝振荣 隐食男女儿 好远又好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